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今天也是來講 這個觀眾留言的個股 那這一檔的成交量非常非常的少 對就是 感覺上呢 我去買個兩三張 感覺就已經 佔了整天的這個成交量的佔比 已經是現在 現在早上 欸不是現在已經中午12點 對他12點才81張 所以會不會到結束 然後剛好100張這樣子 好沒關係 反正 我們就一樣來介紹 一樣會先從遠的看來進的這樣子 好 那首先 我們先講一個比較大級別 比較大級別的 我們目前 我認為啦 我自己認為 因為這是月線嘛 那曾經呢 他還沒 他在新櫃的時候 他價格是 呃 有在大概是在這個350的地方會是一個壓力啦 不過我覺得就 大家知道就好 不用看 因為目前價格 你要說馬上跑到那邊嗎 感覺也不太困難 呃不是 不太困難 是 應該是不是說太簡單啦 應該這樣說 好啦我們就看一下他之前呢 曾經的壓力呢 有在這一塊 這一塊是什麼時候 2017年6月嘛 那再來我們再看來 這個比較近期的 就是去年的4月 我記得那時候 這一檔確實還蠻火紅的 然後我不確定他有沒有被套在上面 他如果說我被套在上面就 呃目前呢 是抵達一個反轉區 對目前的一個結構是 呃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 非常 大型的一個月線級別的W底 那目前呢 守在這邊這個位置 對這邊的位置 就是W底過來嘛 他不能再砸下來下面這邊嘛 對他確實沒有嘛 因為2020年3月這邊最低點 然後呢 他是卡在這一個 大概2016年的5月 所以說整體是走一個 月線級別的這個 大級別的W底 呃他應該算是 不算W底啦 講錯了 他是這個頭肩底啦 頭肩底 底部的底這樣子 好啦目前的情況就是 他在我們大概在哪邊呢 呃就是 整體來說啦 我覺得這條線往上一點 之前是有注意到106 對所以說 呃我們在5月 對我們在5月的時候呢 是有抵達大概100 所以 呃如果說真的有意願的話啦 當然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長上去 還是說會往下跌 我自己就覺得說你就是在 呃100 然後至這個大概105這個地方去關大家看看吧 對那最好是 呃你在收盤的時候他如果剛好卡在這個區域裡面 我覺得再做進場就好了 不要太過於這個 超級 覺得說買不到 因為目前 所有所有的這個股價呢 基本上都是跌給你看啦 對你不要想說會買不到 對一定有更便宜的讓你減 好啦這是月線級別 我們看一下周線級別 周線級別呢就看一個稍微大一點點的 稍微大一點的 那之前曾經是 呃手作的價格是大概110啦 對但是呢在5月初5月中 那時候盤是較差的時候 他是有往下跌 所以基本上啊 我覺得就看自己個人啦 我我傾向於看更低的價格啦 對我傾向於看更低的價格 大概就是 呃在這一波他還沒往下跌嘛 但是我覺得如果大盤在持續下來應該也是 就是非常有機會在抵達下面這邊 在100到105這邊這個範圍 那你就是有興趣的就可以試試看 不過是可以看到他的量是真的非常少 就是這邊非常少 那你可以去想像的是 雖然說我們形態這樣子說 但是這邊所套牢的人到底有多少 從這些量看得出來吧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你要說他短期之內會跑回去 我們剛剛這個月線級別的最上面這個地方嗎 我覺得非常困難 對非常困難 但是也不是說沒有可能 但是以整體的量來說 我覺得現在是處在一個 市場真的是還蠻低迷的情況 所以就自己思考看看吧 我如果是我真的要做進場的話 我大概可能拉個10% 或是說我拉到我自己的一些 呃壓力的價格 我們就會想要走 那我們看一下日線級別 就比較清楚一點 那日線級別 我們把這個110劃積起來 然後再來 你可以把它往下抓嗎 對往下抓 那我自己的想法拉是 呃比較好判斷的點是說 比如說今天大跌 然後呢我的價格剛好卡在 某一個價格 譬如剛好卡在110 然後尾盤收到110 那我可能在110可能會比較有興趣 那如果說大盤 欸其實沒有跌多少 然後 收盤收到110 我可能就覺得還好 因為這還是需要做一些判斷 那如果說今天大盤大跌 然後卡到大概100或105 我這邊可能就會稍微是試彈看看 那當然就你要去思考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我覺得他壓力是蠻大的 對那再來 之前曾經畫的一個位置啊 曾經這邊抵達兩次的一個壓力區 對大概就是在落在他前面 這一次上來的高點 那再來呢他的一個蠻明顯 對蠻明顯的壓力區 支撐壓力區 大概就是做個位置吧 這個位置大概116左右 然後在前兩天是 有跌破 但是有量把它給撐起來 因為平常他的量真的非常少 對所以說有量把它撐起來 我也不確定說這116到底 守不守住 那如果說你覺得守住 那就做經常 因為交易真的是這樣子啊 沒有一定的這個邏輯 那可以看一下這邊 這邊是走一個 呃我們很長話給大家看啊 這邊是走一個這樣子一個結構嘛 只是上下上下上下 下了之後上 然後往下跌的一個結構 目前是已經走出這樣一個結構了 對所以 呃我不確定他後面會不會長上來 然後有一個右空 然後再正式往下去砸 對我比較不看好這邊這個價格 因為我現在覺得說 呃有有上來 然後他現行不是說太完美的話呢 我覺得這邊基本上 就只是一個死貓跳 然後來完成他的形態 這邊空下去是一個剛好而已 對所以說我覺得這一波他是 就是你要等待接的點 還是等待較好的價格嘛 不要覺得說買不到 對不要這種情緒 因為現在不是這個多頭 現在是非常非常熊勢的一個 一個市場 對我們整體呢 就像香港這個港股跟陸股 其實已經往上漲了嘛 然後美股還在往下跌 然後我們的美元指數呢 還在不斷的 在昨天晚上創了一個20年來的新高 二零二 二零零二年的時候 的一個高點吧 對啊 所以說 呃 資金 外資的資金回籠 應該是這個 早就已經在發生了嘛 所以 基本上價格應該還有越來越便宜 所以 其他操作不易啦 那 那當然你要分清楚你是短超過 還是長操作 好 那今天這個網評 二七二七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